我也可以清除,我问你一般清除这些问题又来了 清除也只能清的,清资料 如果你要清格式的话 输出清除,清除只能清除那个资料 所以清除可能要跟着改 怎么改,如果你忘记的话,那一样你可以在 云端上面再查一下,之前好像没有讲多重清除 除了说你可以,因为我有一个是底色,底色便没有 然后这个color改回黑色 之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云端上我好像没放 你可以用什么呢?用range的方式来写,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 先把它注解掉,前面加上单引号 因为有三行,所以理论上你要加三个单引号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选取这三行 上面有一个工具列,不过预设是不会出现的 你可以按右键 它有一个编辑,这个编辑工具列 它有一个什么呢?使城市变为注解 如果你没有要把它删掉了,想要留下来当参考的话 那我的习惯是什么?使城市变为注解 然后写 你就可以用,不要用sales 你用什么?用range range range指的是范围,所以你这边打一个range 哪一个range呢? 你可以告诉他说呢,我从什么呢?从l 从l多少呢?l4吧 这个l4 然后到,冒号到l的 最下面是13 l13 然后呢,做什么呢? 其实只要点什么呢? 点 clear,特别是cl它会有好几个选项 有一个clear contents是内容 format是格式 那如果内容跟格式一起的话,那就clear OK,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假如用clear的话 似乎应该是最快的 所以range指的是范围 哪个范围 OK,clear 我们来试一下,按一下它 clear看看 有没有 它等于 整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全部都清空的 所以基本上呢 清楚的方法,如果你又多格式的话 那干脆你就是利用clear 应该会是最快的方法 那如果你只要内容,就clearcontents OK,大概是这样子 最后的话,如果是 把什么呢? 把那个 这个 把它改一下 其实我刚刚讲过了 1找到 他刚刚一样的地方 不标准的地方 2的话呢,把这一个 中间if到endif部分 把它Ctrl加C 复制起来之后 然后呢,贴到哪里呢? 贴到 这个 有没有 不标准的地方把它盖过去 但是一样的问题 它的说牌 还是太过去的 特别就是 为什么说我说牌要放一起 因为你会放在这样看if 到endif 那就基本上不会错 如果你没有 放在一起 你很容易选错 其实程式大部分都是 同学 比较容易发现错误 都是 有头没尾 因为它的结构性很强 所以少一个都不行 记得把它 shove and tap 就是向前 再出牌 往左 向右是缩牌 shove and tap 就帮它 挪一下位置 然后再来做什么 就是把那个 这边也讲过 这边再判断 所以把这个追缆的东西 用增减体重把它取代掉 OK 然后L缆是输出 本来是输出到 我们这个地方 可是我不是输出 我是要输出给自己 所以Ctrl C 然后蓝的部分 就贴上 过胖或过瘦 特别注意 底下这两个 基本上 你如果把它 因为刚刚有同学问说 那可不可以 也顺便更改 它的格式 它的那个字 的 字的颜色 跟底色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Function 是不行的 即便你有写 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会不会OK 我试一下 理论上是不行 但是我们实际上踹一下 为什么 知道是不行 因为试了才知道 很多东西都是试出来的 我本来也不知道 但是试了之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可能又多知道 可不可以呢 放开 不行 他会告诉你 只是错误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多了一些东西吗 他不允许你更改 他的格式 有没有 所以这两行错了 怎么办呢 Delete 这掉 Delete 完之后的话 你再到这边 游标放上去打勾看看 又恢复正常 意思就是说 在 内建函数 还有 制定函数 只要是叫函数的 他只能够 变更资料 但是无法变更格式 这个是 应该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 除非你用什么 你用按钮sub sub可不可以 或者什么呢 请你用那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可以 大概是这样 其他我想应该没有更好的方法 因为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知道答案 因为这每个东西都是我试出来的 每一种的写法也是我自己 算是也不能说自创 我自己有自己的写作的风格 也是我自己慢慢摸索出一种 我觉得最简单 而且自己最不容易忘记的一种写程式的方法 所以你们会发现 你们如果拿那个坊间的书籍 跟我的程式比对一下 你会发现我的写法跟他们写法 几乎完全不一样 即便是在处理一样的东西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写法 他们的写法也不是 不对 也不是不好 只是说他们的写法 把读者都当成是城市高手 为什么 因为他写的都是用什么物件导向观念 那你根本连物件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写成那种东西 说真的谁看得懂 有很多同学买了一堆书回去看 几乎都 最后发现说来上课好像比较实在 老师讲的都比较听得懂 书里面看半天都看不懂 所以后来之前有同学就有把他的书拿来问我 老师这本书适不适合我看 后来我看了之后发现 这本书比较适合我 所以后来他就把书送给我 我每次都会收到一些同学买的书 因为他也看不懂 他放在那边也会觉得说 好像也占空间 他丢掉也觉得可惜 所以不如 那如果你们有一些这种书 你想要丢的话 你可以拿来给我看看 那说不定也可以 我可以收留他 所以有时候我也可以从 我也很喜欢看书 那我看书不是从头看 我是看我可能觉得那个部分可以学习的 我就看一下 然后就截取人家的优点 然后再放在我的城市里面 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写法 尽量写的 所以我的城市写法 不外乎就是 第一个 城市越短越好 所以一直强调我的城市一定是最短的 第二个的话 城市是越直觉越好 一看就看懂 到底在做什么 你不要用什么 用物件导向 物件导向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抽象化 抽象化意思是说 让本来你已经不懂的 那变得更不懂 OK 但是对于高手来说 这是很棒的一种设计概念 抽象化 把所有实体的东西变成抽象 然后你再来 来写作 OK啦 可是问题 你可能连 城市的写作都有问题的 更不要把它 更不要说抽象 也许你下个阶段 你可以朝那个方向 物件导向去思考 但是现阶段也许 你可以先从 比较基本的写法 循序的写法来写 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制定函数 我刚刚提过的 它只能改变 那个 资料 部分 不能 所以你可以从 sub的部分 拿来 贴过来 来改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如果你做完之后 你希望 把它里面 所谓的 标准的部分删掉 假设这样 你以前的做法是按右键删除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话 再找到标准 再右键删除 可是如果你希望 以后 这件事情你可以不用做 你可以一键按下去 自动就帮你把 标准的部分 因为标准的不要留 OK 那你需要怎么做 也许 待会可以先把这个 先复制一个来练习 待会来看 那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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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